机车停成一排等停红灯 后方突然冲出一辆白色轿车 驾驶如打保龄球般横冲直撞 冲破车流撞倒一片 机车骑士们猝不及防被追撞 向四面八方摔到跌地 画面相当惊人 事发在桃园区正光路与文中东路口 20日上午8点左右 一名汽车女驾驶 鞋子没有穿稳掉落又误踩油门 从后方保龄球式追撞 九辆等停红灯的机车 更有八名机车骑士受伤 消防队货报到场 三辆救护车停在路边 后方马路上机车翻腹倒成一片 消防人员又生理盐水 为受伤倒地的机车骑士清洗伤口 并紧急送医 驾驶人并无酒驾行情 后续责任警方离心中 事发时段正直上班早高峰 驾驶误踩油门横冲直撞 险些酿成大祸 好在受伤的机车骑士都没有大碍 而驾驶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刘志长王洋洋桃源综合报道